船票移交計畫將在7月1號起實行 一些違規如逃票或弄髒地鐵的遊民 將在社工人員和警方的協助下獲得安置 在遊民同意接受社工的安置後 BRC社工才會通知MTA和警局 撤銷他們的法運船票 MTA在早些時候稱 與2018年相比 今年前3個月份中 在地鐵發生的無家可歸者相關事件增加了50% 截止到3月份的371起事件中 84%的事件導致了地鐵延誤 在白色豪執政期間 遊民數量飆升 納稅人的花費也隨著高漲 如今已是2013年的三倍 據官方數據 全市約有3588名無人問津的遊民 在1月份的報告中 約61%在地鐵中睡覺 不過 紐約市警察局長奧尼爾表示 警方無法阻止遊民進入交通系統 甚至無法防止性犯罪慣犯進入地鐵 新唐人記者宇婷 遠報導 今夜內的市民發表中只要為